新增一张新的工作表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个YTD YTD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 Year to Date 就是结算到今年 今年哦 都是以今年为单位 今年结算到现在为止的 那个总额是多少 好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学会画出各月份 各年它的一个实际的金额 这一张图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来先做一个简单的资料报表 比如说在这边 我们就直接呈现各建党日期 然后各销售额 如果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很单纯的图表来去画 画这张图 各位 我们这个数值 大概我们已经看到了是这样子的情形 可是呢 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再去画一个简单的累积实条图 我们以年为单位 它的一个销售 当我点它的时候 当我点它的时候 这边只有呈现2008 对不对 2008 好 然后点它的时候 2009 这会产生一个联动 那如果不会产生联动的话 如果万一不会产生联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还提供另外一种报表 一定会产生联动 在我们这里 首页 左边有一个 这一个图示 这个图示应该是叫做档案 这个图示叫档案 档案底下有一个叫做选项 选项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视觉化报表 可以增加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一个预览功能 这边全部都打勾 全部都打勾 像刚刚那个 反正它到时候一直在增加 只要你安装最新版 现在你还没有 Snowbreak 你还没有这一个 因为你现在的版本 大概是在我们6月初的时候 安装 已经有了 好 看有没有更新 反正原则上 就把这边全部都打勾 全部都打勾 确定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要关掉重开 关掉 因为这边还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先关掉 储存之后关掉 那把所有的图画表 我们就全部都先关掉好了 这些全部都关掉 关掉之后呢 这个可以不存档 这是别人的范例 关掉之后 我们再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刚刚给你们的范例 应该是这个范例 然后你仔细看一下 会多增加几个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本来我是点这一个 本来这个报表 这个报表我是点这一个 好 现在我要讲这一个报表 这个报表跟这个报表 有什么差别 好 一样 我现在就先选它 然后我用的是销售 就是建档日期里面 跟总价之间的关系 好了 这两边都产生一模一样的内容 但是请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报表不会产生联动 那如果我今天我想要 这个地方产生联动 因为本来这个地方 有可能你会需要去做联动的 我想要看这一笔记录 在这2018年里面 大概占多少 这个时候就只能透过 这个地方来去呈现 就呈现了一点点 有看到 意思是说 这边的一个资料的 联动的方式 资料表也可以产生联动 这是后面才出的一个新功能 你必须要打开用这个报表 这个报表 这个报表 这个叫做资料表 游标移过去 它应该就要直接呈现那个名称 这个是会联动的资料表 就差在可不可以做联动 你看 当我点到这一笔资料 有看到吗 我点到这笔资料 它这边只剩一笔 这是本来就可以做联动的 对不对 当我点到它的时候 是不是这里面只剩2008的所有资料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的意思是说 资料能不能反向的联动 好 一定要用这一种 一定要用这一种 当我点到它的时候 这边它会产生 这个 这边它就会产生联动 但是这一张资料表 对不起 这张资料表 你点 它是不会产生联动的 OK 好 所以这个功能在哪里打开来呢 这两个很像 这两个是不是也很像 这个功能要在这边 我都是把它叫档案 档案底下选项 选项 那我刚刚开的是哪一个 我刚刚是不是全部都打开来了 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新增资料表和矩阵视觉效果 有看到吗 这一个 好 我建议你们全部都打勾啦 全部都打勾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会联动的资料表